1 2 3 谁让谁是谁赢啊 这个梦做得很真实 让我的生活有了支点 勇气 勇气 战术 恐惧 这是我的选择 有挑战才有意思 反正是玩嘛 反正玩得好了 那不就为光千光了吧 爱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 它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冰雪户外顶级赛事 也是当今为数不多的人与动物配合的赛事 因为它的赛事线路 基本上是在极其寒冷的冰雪无人区 阿拉斯加腹地 被称为这个星球上最后的伟大征程 参赛队员独自驾驶狗拉雪橇 从安克雷起出发 穿越白令海峡 十天内到达诺姆小镇 行程1868公里 该赛事起源于1925年冬天 当时诺姆小镇流行白猴传染病 由于此时正式登记 又遭遇暴风雪和极寒天气 致使交通中断 无法运送药品 安克雷起的20位勇士 驾驶自己的狗拉着药品 用时15天跑了1125公里 运到了诺姆 挽救了大半个小镇人的生命 2017年3月 有9名来自中国的户外爱好者 来挑战这个极限赛事 画面中这些走出机场的人 就是要挑战这次 狗拉雪橇赛事的中国选手 中国人能到这里参加比赛 先从手续上来说 就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个赛事委员会的支持 能够让实无前例的 这样的一次探险的旅程 能够得以实现 我是设计这个项目 准备这个项目 然后来到这儿考察 联系了各种人 真的忙活了 有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 感谢你 对对对 先感受了 对在座的不少朋友 跟我们去撒哈拉 然后也知道说 一些户外的体验 然后一些团队的这种 这种协作的重要性 这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都在同一个户外俱乐部 他们彼此了解 彼此信任 这就是基夫沙山口 所以两边是悬崖 会从两条车道 左边那条车道 然后这么着开上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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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说加油 加油 加油 你这个驾驶的车 随心耳朵放 随杀而行 自由 非常打开心扉的一种 每一个杀风都是一次挑战 就非常像我们创业 就是每一个困难子 都会摆在里面前 但是当你真的越过它的时候 你会无比的兴奋 前面几乎没有车开意儿 所以的话呢 我们来寻找最科学的 最科学的素杞的上过去 我们呢 的车队有差不多20名 专业的车手 几百数人 过去的非常有用力 我们在城城里的人 召唤家的聚集在了一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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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加油 然后回头看的话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历 西威家庭他们是这个 真的是冠军世家 他们祖孙三代都曾经赢得 还多次赢得伊利塔路的这个冠军 然后在他们今年 还父子同时参赛的情况下 他们把很多最棒的狗 然后留给了咱们这一行队伍 If we see that forecast coming and we wake up in the morning there's the wind and you know we will we will not go out on the dog's legs we want to avoid the very terrible conditions 对 所以就是当这个环境 过于极端的时候 我们就会进行一些调整 如果不出问题 这个形成就是盗版 如果不出问题是不可能的 王领队说的不出意外 是不可能的 这是什么意思 意外指的又是什么意外呢 每个队员心里都有了变化 这个围棋呢 算是它的这个最大的经济 都市海港和旗家 狗拉雪橇的培训 今天就正式开始了 Make me look good 西威兄弟都是狗拉雪橇的高手 当地最有名的冠军家庭 这些可爱的阿拉斯加雪橇拳 就是这次赛事的比赛用拳 他们生性善于奔跑 丹尼就是这些雪橇拳的主人 也是本次赛事的后勤保障人员 他为今年的比赛提供了80只雪橇拳 驾驶狗拉雪橇的第一步 就是牵着雪橇拳四处溜溜 牵着雪橇拳溜溜 对于汪东峰来说是最高兴的事了 他非常喜欢狗 从事互联网工作的他 每年都会参加几次户外赛事 有丰富的经验 这些雪橇拳是经过训练的 听得懂口令 雪橇拳作为工具拳 死伤的几率很大 在饲养的时候 主人是不跟他们发生感情的 所以这些雪橇拳 与人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这里的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 即使是白天 手套里也要装上两个暖宝宝 防止冻伤 这个一定要晃晃晃晃晃 然后把它放热了为止才管用 然后一直要放进去 然后你把它放在冰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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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是赛前培训的第一天 这些来自中国的选手 之前并没有这方面的经历 The dogs will go down the trail all by themselves You don't have to tell them You don't have to yell at them or steer them They will go and they will follow the other teams Toe on the runners Heels on the track 前脚掌是在你的这个雪橇上 后脚掌上面一病 然后就是踩在沙车上 We say OK or hike hike and the dogs then go 对 就是这个OK或 Hike Hike 记住这个 Hike Hike 就是让狗走的 H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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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 狗拉雪橇是一个难度 非常大的户外运动 需要参赛选手和狗 互相配合完成比赛 要想在比赛当中 让这些小家伙听你的指挥 那就先得跟他们成为好朋友 互相信任才行 这些雪橇犬都有自己的名字 每一个雪橇配有五条雪橇犬 这五条雪橇犬中间有一个头领 其余四条雪橇犬都服从他的命令 队员们想要驾驶雪橇 必须跟他们头领搞好关系 现在抱着头领的人叫段培义 他是北京一家户外俱乐部的负责人 他第一个得到了头领的认可 从今天起 这些雪橇犬每天的饮食 就由每个队员开始喂食 以增进彼此的感情 雪橇犬的食物 就是这些冰冻的小鱼和冰冻的鲸鱼肉 让他们认识你 熟悉你的气味 对于之后的比赛过程中非常重要 第一天训练下来 新奇的心态让大家没有感觉到劳累 毕竟大家是第一次尝试狗拉雪橇 相互介绍经验 占据餐后讨论的主题 还是丹尼父子的两把吉他 让大家达到了今晚的兴奋点 这次尝试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群龙哪能无手 经过昨天的训练 丹尼从这些选手当中 挑选出了带头的队员 然后决定把这个 红色领袭衫是给人叫 徐东的一个人 这个叫徐东的人 是一名艺术工作者 喜欢独来独往 选他当头领的原因 估计是丹尼看出来 他的户外经验 是九个人中最丰富的 我昨天我听到一个 其实挺让我动容的 这么一个关于狗的事情 这狗它是从来想跑吗 当然它想跑 但是你一想跑咱们这个狗的 几百公里上的时候 它之后就不想跑了 一开始想跑是因为它想玩 后来它想跑是因为你 给狗拴绳子 这是基本技能 在比赛过程中 没有人会帮助你 狗拉雪橇 保持重心非常重要 要根据路况平整度 随时调整自己的重心 狗与雪橇之间 是用绳子来连接的 当狗转弯时 必须减速防止侧翻 翻车是经常的事 还好这是在训练 要是在比赛当中 一旦翻车被摔下来 狗拉着雪橇上 所有的装备挤养 会继续往前跑 你就会独自被抛弃在 这茫茫的雪地之中 在这样的天气中 失去了装备挤养 就会有生命危险 没有绝过 绝多用腹肌 就稍微 往后坐一坐 往后坐一坐 就一直压子压子 我觉得反而又慢了 就像这样 我看出来了 您这种夸我的方式 非常特别 我喜欢 枪是预防在雪地里 遭受狼和其他动物的攻击 这样的训练可能是最受欢迎的 你只要打到那盘就可以 刚才打的那个枪 骑枪然后打子弹 第六发中的 其实训练的时间还是挺短的 更多的是 有这样一个狗拉雪橇的 这种入门的这样的一种培训 跟狗的这样一个接触 狗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行性 我们如何能够跟它配合 那么如何能保护狗的安全 以及人的安全 真正挑战我们的成长 是在赛道上的时候 来漫长的影片 中连饭都没吃饭 今天摔了 但是狗被 狗被我抓住了 今天就摔了 我怎么做 像你们很多人都撞了好多次车 但是你们每个 但你们所有的人都穿出了那边树林 有大大的微笑在脸上 干得漂亮 两天的训练非常大强度 消耗了队员们的所有体力 几乎精疲力尽了 明天比赛就开始了 丹尼今晚请来自中国的队员们 去自己家做客 考虑到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丹尼的父亲还专门请来了厨师 炒了一个类似于三丁的中国菜 对于这些来自于中国的选手 他们表现出的是出于礼貌的热情 对于中国人能够完成这个赛事 他们表示怀疑 西威家庭是一个大家庭 从丹尼的爷爷开始就参加这个比赛 他们深知这个赛事的难度 歌唱演员以及音乐制作人 阿斯加最具才华的冠军 我们这次赛事 来协助我们完成赛事的专业的指挥 是来自五届艾迪塔罗德冠军家庭的 叫做西威家庭 我们是在几代冠军家庭的渲染下 我们来真正的学习了解培训 和最终参与和完成这样的赛场的 爱迪塔罗德狗拉雪橇赛事之所以名气很大 一方面是因为赛事的起因是纪念一百年前的那二十位勇士的壮举 另一方面是因为赛事线路的难度和所需要面临困难的挑战是最高级别的 每年的这个时候 这里就如同过年一样热闹 不光是这里 整条赛事线路上的小镇村庄 都会期待着那些勇士的到达 给他们以最高级别的领域为他们加油 这几乎成为了这里的传统 这些人是真正的爱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的参赛选手 他们都是雪地户外运动的精英 他们是经过评审后才允许参加本次比赛的 参赛资格的审定非常严格 选手必须之前参加过300公里 500公里和1000公里以上的全球知名的 极大狗拉雪橇赛事 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才有资格参加 来自中国的选手 这次是作为业余选手 来自中国的选手 路线�文字幕见称 我自作为业佩选手 就是真的 salt Eum 我自己墓了 以前 峰调 马Are 你是 龙 你 我只能 他们就在想 这些中国人只不过是想来试一下 他们开始打赌 我们来赌一赌 这些人走到什么时候 就会打铺盖回家 没有一个人赌我们能走到中原 中国队员的起点在冰河里 他们没有出发仪式 也没有当地人的欢呼雀跃 他们有的只是对能够坚持 完成比赛的信念和只培训了 两天的狗拉雪橇操作技术 第一天的赛程在冰河上 道路平坦 没有较大起伏 难度很小 但是越往北 天气越寒冷 条件越恶劣 现在的气温是零下30多摄氏度了 而且罕见的极寒天气 还在几百公里后面 正等着他们的到来 这一切对于来自中国的队员们来说 困难才刚刚开始 我这是五个女孩的队伍 所以她们吃东西的样子都很温柔 拿鱼 及时地给雪橇拳补充食物 是为了保证他们的体力 但是队员们补充体力的食物 只能是用路边的冰雪 跑方便面来冲击了 其实在零下四五十度 你把水烧开 可能花费的时间 都比正常的零量成的多了 熟了吗 里边是脆的 凉不凉啊 里边是脆的现在是 这个泡上了 汤已经变得开始发凉了 我们基本上每天大概是四十英里的路 正常情况下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我们是在冰面上奔跑 厚厚的雪 所以它里面不会有很坚硬的石块 但是还是有冻伤的 然后包括小蹄子上 裂得很熏很熏的口 很让人心疼 零下三十几摄氏度的低温 人和狗都很容易冻伤 为了防止这些雪橇犬的爪子冻坏 必须每天晚上给它们擦防冻膏 再穿上绒布小鞋子 铺上小毯子 以抵御夜晚的极度寒冷 爱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拉利赛 在欧美很有影响力 有很多美国的媒体 通过各种方式 在实况转播整个赛事 在这个小村子里的学校 通过电视转播 队员看到了那些 装业队员的排名和应试配速 我们从这儿出发吧 控过速 这是达拉斯 他们看到它的时速 现在是8.7 对 就基本上跟我们 培训的那个速度是一样的 昨晚的暴风雪过后 气温下降到零下58摄氏度 这是阿拉斯加十年不遇的 极度严寒天气 看似晴朗的天气 伸出手五分钟就能冻伤 一杯滚烫的开水 扑向天空 瞬间就变成了一颗颗冰力 在如此低温的环境下 度员们每天驾驶雪橇十个小时 对体能绝对是一种挑战 一开始的 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从彼此连牵一只狗都牵不住 都很都会在 晾了香香的来牵着狗 然后到后来的能够自主的把狗 套在这个狗拉水箱的这种车上 然后到能够自己喂狗啊 然后做很多一些很艰苦的工作 跟狗的这种配合不是说你仅仅 像上了一辆车 一打火一踩油门就走了 而狗是需要培养一个感情的 而人跟狗这样的感情 人跟团队之间的这样的感情 其实这次赛事中最动人 然后也最不可预料的 这样一个连续赛 还有两天的路程 就能到达比赛的终点 诺姆小镇 赛道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穿越原始森林 上坡下坡 队员们的体力已经到达了极限 队员们的每一个动作 都变得缓慢下来 只有雪橇拳 还在听从着主人的指令 拼命地向前奔跑 晚上 天空中出现了极光 这预示着距离终点 诺姆小镇越来越近了 一天下来 队员们的靴子里 已经被冰雪湿透了 鞋垫要拿出来晾干 衣服也要摊开散去湿气 寒冷和疲惫 无时无刻不在 打击着队员们的心情 极度的寒冷 让为队员们帐篷里 供暖的煤气罐动不了 帐篷里的温度 达到了零下30多摄氏度 所有队员们和赛事工作人员 全部挤到了村子里 学校的一间教室里 今天是第十天 终点诺姆小镇就在前方 坚持坚持再坚持 让每一名来自中国的队员没有退缩 没有一个队员提出中途退再回家 诺姆小镇还没有接待过 这样一个中国的参赛队伍 小镇居民的欢迎方式 出乎了所有队员意料 当我快到达诺姆小镇 差不多差两公里 我说听着韩雅 我说乌鸽的航空警报上 当时我没搞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中国进了世界就发现 实际航空警报 就把全镇的人都给召集起来了 去欢迎我们 在诺姆小镇 绝对是历史上第一次 有这么多中国人来 市长一个70多岁的老人 整个穿着玩具红的运游 只会说这样 中国人英雄 中国人英雄 诺姆小镇半数以上的居民 站在街道两旁 为队员梦鼓掌表示欢迎 在他们眼里 用狗拉雪橇方式 到达这里的就是英雄 他们和这些阿拉斯加伙伴们 共同完成了这次征程 此刻他们也要和这些小伙伴 分离了 刚最后结束的时候 所有的手段 没有人会在那个时候 不回来